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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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大家好 我是Vemo 今天是我們吃來的父親節去過 因為前陣子我們家爹地比較忙一點 幾乎都找出晚歸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實行 我就選擇在今天偷偷摸摸的 把我們家小小鹿開出來 準備實行這個秘密企劃 那這個大企劃呢就是 我準備要給我們家小小鹿做一個超級大清洗啦 超級大清洗是什麼意思 超級大清洗是連椅背都把它拔起來的那種超級大清洗 不是那種什麼頭皮牢那種稀稀那種 好啦其實原本我是想要給外面洗的 原本我想說好給爹地的父親節禮物 就是把這台小小鹿拿去外面給別人大清洗一波 結果呢我看了一下大清洗的費用 一台車 竟然有一萬五 看到到時候一口氣 所以呢我就決定貢獻我這個微博的小小勞動力 那我們家小小鹿用車的狀況是這樣的 他在我大二的時候呢被我第一買了回來 到上個月他的車代才正式的還完 沒錯他跟了我們家八年 里程數三十萬 所以呢有此可知 爹地真的是每天都開他 每天都跟這台小小鹿相處 他承載了我的所有對於家人 對於朋友 對於工作同事的回憶 是有革命情感的呀 好廢話不多說 我趕快出發去找一個超大間的洗車場 準備來料理料理一波小小鹿 GO 好啦那我現在已經來到林口了 神秘之地 因為呢這邊比較大比較亮比較好洗 第一步驟 我是要直接把桌面整個拆起來的 所以現在呢我們就事不宜遲 要開始我們的 單人女子洗車地化 好啦當然沒有單人啦 因為我自己根本不會走 我根本不會拆桌面 所以呢我是有請我的攝影團隊的生活達人 阿虹來幫我 我有問題再去找他 那我們就 開吃吧 看起來有點專業喔 沒叫擠車標配 那你會拆桌面嗎 我跟你講就先試試看就知道了 我剛才還特地跑到五金行 去買那個毯頭你知道嗎 然後把那個螺絲 那個叫做套頭 套頭 套頭 好 套頭 一秒鐘 工具都拿好了 開始拆第一個桌面 欸應該要來 應該要來預估一下 我們這一趟洗完大概花朵的時間 直接 拆啦 等一下好像拆那兩個好像好像 好像還沒有辦法打開耶 我叫阿虹是不是 它還有螺絲耶 一把好銜的啊 對啊 這邊好像還有 但是它不是六小 我盡力了 那我們這次就不拆桌椅吧 對啊 太快放棄了吧 欸不是啊 我們沒有道具嘛 來 我們有阿虹絲 再看一下 太快放棄之冷了 姐姐了 姐姐了 那個 它已經要拆掉 這個六角就會露出來了 喔齁 所以你還有兩根螺絲要拆 我已經累了 我已經累了 整個都還沒拆掉 是不是後悔做這個企劃 不後悔 為了爹 因為呢 我們家爹爹也是要跑業務信使的 所以要非常長時間待在車上 所以呢 給爹一個最棒的車內環境 最棒的鱗鱗 這我待會兒真的裝得回去嗎 不知道 好 拆除第一個 哇 我第一次靠它下來的樣子 好 來第二則 你怎麼感覺已經要掛了 我跟你講我上次一試騎車 然後我們那出鏈體蠻快樂的 然後呢 一拆了坐牙之後 整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裡面怎麼樣 好 我覺得還可以啦 欸 因為你一個八年老車 然後一堆人坐過這台車來說 應該是要排琴吧 請排 駕駛座你應該會踩比較快嗎 沒辦法 已經有第一次出來 第二次就會踩一點 哇 我拿了 欸 踢掉 跑後 有點熱 直接拖了 噢 登登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這邊有一個線 但是呢 它這邊有用一個 束帶把它綁起來 而且它這個束帶的構造很特別 就是呢 反正一定要用超級大把剪刀 或者大鉗子沾把它剪斷的那種 現在這條線呢 是拔不出來了 所以我待會就會很困難的 抱著這個椅子 然後吸下面 但沒關係 雖然說拆到這部了 沒有辦法把它整個攀出來 那個成就感是有點可惜 先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這個 駕駛座看起來好像又比副駕駛座 再猛烈一點了 ㄦㄧ惚 ōō 哇啊啊哇 This�駛 最大過敏喔 OK 那我現在就是 超並吸乘氣時間 好我現在點的40分鐘泡灘吃到煲 那我們就要在這40分鐘溯灾速決 先把裡面的賃º今天吹出來 大空追耶 拿出我們家的強力Dyson Dyson看起來都不太一樣耶 當然了 老闆看起來很專業 肯定的吧 我跟蘇文都猜了 我拿著你們一起之後會猜桌而已 然後我Dyson應該有在新家裡面 好不容易把它清空了 然後我剛剛想到我這邊清了 這邊還沒有清 來吧 來一個涼調的暖暖包 哇 你看 這把咪咪的照片實質都擺在這裡耶 超暖的 林森帶著媽咪的照片什麼的 究竟現在在哪裡找這種愛情 這一定要Pay us before Esther了吧 來動一下 那我們內裝已經吸完了 那我們待會再擦 因為呢 我現在要先 軟化我外城的沙子跟污垢們 然後呢我就是不用原廠的 我要用阿虹絲給 聽說這個人有阿虹絲很厲害的配方 那阿虹絲請您聲控我 就把那個縫紅袖的加一點點進去 十豪燈是不是 慢一點 再一次 它好香喔 來 然後搖一搖 搖一搖 打線 有主力吧 好 好有主力 來示範 從下到下,慢慢看 好,來囉 完成,還有下一季 我怎麼感覺你第一步就快去啦 沒有,我現在把第二步拉往 你那個內裝半鳥命都沒了 洗車類還是健身類 好像是洗車 那應該要做個洗車三十天計 是,每天洗車看我會瘦多少 這是為了第一啊 最主要,都沒問題 你到那邊 呃 現在看能量的事 就是生命快到極限的時候 所以看起來比較嚴肅一點 你還好嗎? 還好 那最重要的,輪胎鐵粉去除淨 噴輪胎的超有用 這是我們阿虹師介紹 來吧 然後每一次先噴兩隻 我待會 就去刷前面 上隔 你看起來很想 有點沙氣 我看到是死的胸臟 大棒棒 不好 Nummer 是不是這台車買哪以來最乾淨的嗎 應該是喔 因為之前都是原廠泡沫 然後噴一噴 這也可以了吧 对 还有粗刷子 它是刷的一位 天啊 我的汗都已经 已经流下来了 好 然后呢 细节刷 那细节刷 多刷一次一下 细节刷挺好的 感觉非常的细节 看到小小鹿这样子 不然这样 心情很好 毕竟我们小小鹿载我们大鹅那一年回来 非每天很坚持载我们去学校 载我跟阿姐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也想说 哇 这样太麻烦了吧 可是大鹿都会说 对大鹿来说 就是载我们去学校才是 开启大鹿的一天的感觉 那因为我现在 考到驾照也会开车了 然后呢 也会开着小小鹿出去拍摄赚钱 所以 我好好的对待小小鹿 也是应该的 你少外挂 我是在学习阿红丝的刷法 阿红丝刷法 阿红丝刷法 阿红丝这个看见有练过喔 对 救手一定要练的啊 这个架势已经宛如口谷学家了 在那个那些土 然后那种淡淡刷的那个感觉 你现在变成转播了耶 口谷学家阿红丝 我跟妳讲阿红丝待会住的这边两块 然后呢 我的那边两块 最后来比这一下 有信心吗 阿红丝赢了 就请阿红丝吃 帮你当劳 放另外一边 好 放手吃 好了 好了 我在帮你充干机前 还有点泡泡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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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泡泡好奇怪 你毕竟是洗车新手啊 人家洗车老手耶 魔鬼藏在季节里 还拿起这个 墨丝刷 好 我们的阿红丝完成了我们的最后一副 然后呢 现在 来比对下 究竟谁的轮胎比较好 好 对了 请各位在观看的观众来评断 阿红丝赢的话 我请他吃麦当劳 阿红丝有信心吗 有 好 那我们现在就 最后一步了吗 阿红丝 还有最后一步 就是我们现在是洗完车嘛 对不对 那就要让看起来有泼水的感觉 就是水珠的那种感觉 水珠 然后要亮亮的 就跟打蜡一样道理 打蜡喔 这个小法宝啊 所以这个阿红小法宝 我们用这个镀膜噴剂 我们这边也有镀膜耶 你看羊鸡 什么还是 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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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用这个 把整台车都噴过一遍 那有水珠怎么那么小啊 我还可以一噴可以一整面 要一直按一次按 要多噴一点 要快一点 不然要反扭 蛤 不知道 把你二头肌秀出来 不是我今天手指的力量有点用太多了 手都破了 还都破了 怎么换人啊 这个是有时效性的 对不对 可是它干掉会 会不好 很容易干掉 很容易干掉 觉得很兼工啊 等一下 他不知道要再插它了吗 我要用高压史箱再配一次 高压史箱要再配一次啊 直接再配一次 骑车之门学问啊 因为我们的健身影片还没拍 所以呢 我要使用 雙人加油站擦车速 来 阿红斯 我默契大考验 不能输啊老板 没输啊 看我这个样子 努力 认真 小小路都会被我看到 阿红斯这边的进度 阿红斯 已经插到车头来了 太扯了吧 我都不行了 清理小小路 大惊喜也到尾声了 我们家小小路 现在可以看起来像新的吧 虽然说现在 还没有能力 帮我爹地直接画一台新的车 但是这样踏一踏 真的 每个新的一样 就算没有买新车 一直开小小路的感觉也挺好 好那我们就来把椅子装一装 看成果 耶 真的 怎么样我干得还不错吧 各位 请存在我一身好女儿 我也是打从行李 希望爹明天早上看到的时候 可以哇哦 怎么小小路可以那么亮 因为我刚才又被爹感动了一次 我刚才在整理文件的时候呢 我在妈咪的照片后面翻新了这个 这个是我跟阿杰还有大姐二姐 在我们硕一那一年的时候写给爹的生日卡片 然后眼睛有点泛红 对啊就是 爹把这个卡片 然后放在车里面当护身符的感觉 超感动的 虽然说咪咪还是放在最上面 然后我们这是压在人下面 但还是很感动的 而且看到里面的文字 阿杰写超感人的 阿杰说 处最爱的爹 爹我是爹 爹最新真的很辛苦的 好想像以前一样晚上都可以跟爹游车的 希望永远不要长大 然后爹咪可以一直陪着我们 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 让爹咪都可以躺在家 我们四个照顾爹咪就好了 我们都会成长茁壮的 我会准时念完研究所 然后找一份月薪五万以上的工作 最喜欢爹 爹生日快乐 爱阿杰 阿杰超好的 很感动 阿杰现在的确 真的是有做到 处完研究所 然后找一份月薪五万以上的工作 我写的是 处最喜欢的爹 爹我是平 最近爹很忙很舒服 看得很心疼 虽然我现在的路 只是爹爹妈咪喜欢的 但我还是想要在大前仰爹咪 孝顺爹咪 让爹也可以每天躺在家当瓦石 这是我想要孝顺爹咪的方式 上次跟爹聊这件事 爹说爹认同我 我是要开心的 我还是会尽量做到全方位 我可是爹的女人了 能请得住的 希望爹可以 六十大寿四十岁身身体健康 爹生日快乐 爱爹 那时候我呢 还在做影视的幕后 在学校念完书之后呢 又立刻去工作 然后做一些幕后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 爹超级心疼我的 所以爹那时候说 认可我的时候 超级感动的 我爱爹 希望爹喜欢我这次的父亲给礼物 那我现在不多说了 我赶快回家 我是平衣正通 我们下次再见